這一集 這一集嗎 那其他時間就自然跟世界聊天就可以了 就視線這樣就可以了 自然就好了 然後對 我個性有點三八 所以我們就用一種三八的方式聊天 沒問題啊 都配合你 打招呼這一集 打招呼這一集 對 嗨 大家好 然後再轉過來這樣 OK 好 好喔 來 我跟你講訪問這個領域啊 完全不懂耶 我就是一個數位白痴 所以我超緊張的 就有很多追問的機會 會有很多問白痴問題的機會 沒問題 然後你要講到讓我聽得懂 我覺得九成以上的人都聽得懂 好啊 沒問題啊 好 OK 太好了 小心小心 還是先拿下來 先拿下來好了 大家好 我是王時綺 歡迎收看今天的 奇友慈禮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這位來賓的 我有點緊張 因為這個領域我完全未知 他是一位很有未來感 很有科技感的天才 熱烈歡迎數位部長唐鳳 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想先請教一下 就是說因為這個領域啊 多數人啦 不只我啦 可能都不是那麼的了解 所以你一定要講到 讓我們大家聽得懂 沒問題 有領到六千嗎 有 有 有 這個我聽得懂 花光了 好啦 是 是 是 來 我們就從這個 數位部現在蠻重要的一個業務 開始聊起來 就是打炸 經常性的在這個廣告上面看到 名人邀請你加入我的谷友社 谷海 我就是谷海名燈告訴你 幾號幾號的股票趕快買 像打炸這件事情 一剛開始的時候還蠻泛濫的 很多名人的照片等等 譬如說哇 天啊 台積電的夫人 對 像這種就蠻具說服力的 我覺得現在好像 側下的速度的確有比較快 快很多 大概按照經管會統計 九成五以上 都非常快速就下架 那即使還沒有下架 你點進去 就會看到刑事局 已經把它扣押的這樣一個畫面 所以它等於兩道防禦了 一個是下架 一個是點進去那個網禦 它會把它扣押掉 真的啊 我都沒有點進去 不點進去是對的 我點進去會不會有危險 就是它 我會不會點進去之後 然後我就中毒了會不會 本來是可能會 但是現在呢 因為我們即時的這種聯防的偵查 所以警政署那邊 即使Facebook還沒有把它下架 它可以先把這個網址扣押起來 你點進去 網址扣押是什麼意思啊 對 就是說 它這個會連到一個網址 那你像這張圖 它白色的那一行在底下是它的標題 對 在它上面就是那個網址 那個網址呢 因為它常常是註冊起來 專門用來詐騙的網址嘛 那這些呢就是警政署就會把這個網址說 那這個網址我們就把它扣押起來 任何人點進去 他就會看到一個165反詐騙的廣告 所以你點進去反而是看到165的廣告 喔 了解 那所以打詐這件事情 譬如說在臉書上 在哪裡哪裡看到這些 它其實是刑事局 金管會 如果是投資的相關的 那為什麼每次大家 我都看到下面 呼叫唐鳳 就是你常被呼叫 因為我們的工作是防詐 就是讓詐騙一開始就不應該發生 對 所以像舉例來講 像之前大家常會接到一些簡訊的這種詐騙 對 甚至還有人冒充說要繳器燃費 要繳稅等等 最近我還收到 對啊 那你看我們雖然在之前有推出短網址 所以你要看裡面的網址 它是gov.tw開頭 對 可是大部分的人要去數那個網址的那個網域 確實是有點難度 所以我們在下半年 我們即將推出 就是你可以只看那個發訊的號碼 你知道像我傳簡訊給你 你會看到我的手機號碼 對 那這個手機號碼 一般是10碼 對 那但是我們在下半年 就會推出一個3碼 所以不管是繳費繳稅等等 以後政府給你的簡訊 就是這個3碼的號碼 3碼就好像165就是3碼 那這個就好像藍勾勾一樣 就是你看到3碼來的 就知道是政府 因為一般人的手機不可能3碼 對 所以這個就是防詐 就是不是說發生詐騙 再去堵詐阻詐什麼 而是在一開始大家就知道說 政府來的就是這個3碼 那這個冒充政府的 他只能用10碼 所以他一看就知道這個是詐騙 那政府的就不會是詐騙 那這些冒充政府的詐騙集團 他們沒有辦法用3碼 對 那個有規定嗎 對因為我們發話的號碼 一般申請門號就是10碼 09什麼什麼 對 那個開頭碼 那這種像就是168 這個或者是165 或者是 1922這一種 117或1922 這種叫做簡碼 就是簡化的號碼 他們沒有辦法使用這種 這種3碼4碼都是政府專用的 所以電信公司不會給這種一般人去申請 當然不可能 這一定要我們就是數位部 來幫其他的機關申請才會申請到 這個比較像是從頭開始防堵 就是大家知道說10碼的可能都是騙人的 3碼4碼1922這種165的才是政府的 比較是像源頭 要不然我都覺得常常我們好像都是事情發生 我們一直在後面追追追追追 追得有點喘 對 有點內內的 對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防詐 在一開始就可以讓大家辨別 哪些是正式的賬號 官方的賬號 那哪些10碼的也許是在你聯絡人裡面 你手機有加別人聯絡人 那10碼又不是在聯絡部裡面的 那就當作詐騙了 那所以打詐這件事情的成績單是如何 對 所以我們因為專注在防詐上面 所以我們這邊的成績單是看說 我們讓哪些詐騙的管道消失 沒有辦法發生 像剛剛講到的減碼是其中一個碼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在物流的時候 因為我們也是綜合性電商的主管機關 綜合性電商就是你在網路上面 好像雜貨店一樣什麼都可以買 這個超重要 我常網購 那之前我們就發現說很多時候 就是網購 那你留了自己的聯絡電話 因為那個送貨的人必須要知道怎麼聯絡你 對 所以網購的那個網站 他也許資安做得還不錯 你的電話沒有外流 但是那個物流那邊 說不定就把你的電話外流了 也就是說他每一次送貨的時候 都會有不同的送貨員知道你的手機號碼 對 你手機號碼也不會每天改 對 所以長此以往 只要有哪一個物流的業者 他那邊如果資安沒有做好 那攻擊的人不會挑強的地方攻擊 他一定是挑弱的地方攻擊 對 所以電商的網站如果防守得好 但是物流沒有防守好的話 很多時候手機號碼就是從那邊出去的 那他一旦出去之後 立刻同一天喔 你就會接到簡訊說要解除分期付款 你最近買了什麼東西 分期付款設定錯誤 那個詐騙就有機可乘 因為你真的買了那個東西嘛 這也是你的電話嘛 你就會心以為真 對 所以我今天假設我在網路上面買了一個東西 所以是這一家買一件衣服 所以是包含好幾個部分 對啊 就是買衣服的店家 以及這個他要送貨的物流 那所以數位部可以做的 對 這兩個 這兩塊 這兩個公司都要 都要 都要顧好 對 那電商這邊 那他們願意被顧嗎 當然啊 因為從沒有人願意說 他違反個資法 然後被我們行政調查又罰錢 我們真的有罰錢嘛 所以沒有人願意這樣被罰錢的 大家都希望說一起來聯防 來防詐 所以像現在很多電商就接受我們的輔導 他就導入一個叫做銀碼 銀碼就是 什麼叫銀碼 銀碼掉號碼的技術 我舉例 銀喔 對 銀藏的銀碼 我舉例 像您剛剛說在電商買了一件衣服 這件衣服送貨到這個物流室 物流室以前是會收到一張單子 是有你的電話在上面 那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就變成一支代表號 那這支代表號呢 後面有一個錦字號 那這個錦字號就是分機碼的那個號碼 後面又有一串亂碼 這一串就是類似一個流水號 是你的這一單的流水號 所以本來是留你的電話09什麼什麼嘛 對 現在可能就變成一個就是代表號 這個大家都一樣的 然後呢 要一個錦字號 這個錦字號後面連一串 1234567 這是一個亂碼 好 那這個時候這個物流室啊 它打這支代表號 再加這個錦號 它就可以聯絡到你 中間有一個轉接 但是呢 等到你收到貨之後 這個號碼就失效了 所以從頭到尾你的手機號碼 都沒有提供給這個物流室 現在已經開始做這件事啊 對 現在已經開始做這件事情 我等一下就下單試試看 可以啊 現在MOMO 博克萊 遠石科技這些都是電商嘛 都已經導入這個服務 那之後包含大家很常用的 東森啊 PC Home啊這些都在評估 所以 可是所有的商家他們 對 因為太多了 所以他們都會願意嗎 現在是從大家的開始 比如說MOMO啦 這種PC Home 還有我們在Yahoo嘛 Yahoo Yahoo購物 對 對 那所以譬如說單一品牌的這種 他們也會慢慢加入這樣子的 對 沒錯 因為現在就是各大電信公司 現在都推出這樣子的銀碼的技術 因為這個轉接是他們本行嘛 對 那所以呢這些我們就是促成 他們做這個技術分享 那分享之後呢 不管是您剛剛提到的大的電商 還是中小型的電商 就可以很容易的導入 那最好是導入到說 大家以後看到我的手機號碼到那個 物流室的單上就說 為什麼你還沒有導入 大的都導入了 這樣 慢慢變成一個社會壓力 那所以如果他用這個銀碼 然後透過轉接 我就接到電話 那我的顯示號碼是什麼 你顯示號碼還是那個就是 物流室或者那個電商它的代表號 所以你就知道說是 這家電商打給你 但是重點是你的手機沒有透露給它 了解了解了解 好那我大概知道 那所以譬如說我今天網購的話 第三方支付可能透過一個網路上面 它就叫我輸入我的信用卡 那有的時候它會跳接到 它會轉到一個收錢的 對沒錯沒錯 這個東西叫做第三方支付 然後所以他們的安全性 這件事情可以被控制嗎 對好所以我們剛剛討論了 就是檢碼嘛 政府機關的銀碼 就是物流式的 那我們現在再討論第三方支付的 第三方支付是這樣 就是我們在上個月底 就是7月28號 有請就是主要的第三方支付的業者 大概有10家 然後跟我們的高等檢察署 警政署 調查局 法務部 就是之前不是有很多檢察官 提出一些很好的一些具體看法嗎 我們就請他們來分享 那他們的講法是這樣 就是說第三方支付 它 您剛剛輸入信用卡是一種 它還會有一個叫虛擬帳號 對 就是它會有一段那個 說你可以匯錢 給這一個銀行的這組帳號 它叫你選你要台銀的 還是什麼銀的 對然後它就會給你一個很長的帳號 對這個序號 對 那但是這個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在以前這組虛擬號碼 你是第三方支付業者 你就可以去跟銀行申請 但是呢 你並不需要證明說 你會做所謂的法尊 就是遵守這個法令 去確保說 每一個買家 賣家 你都會做好 你的身份識別等等的這些 所以就很容易變成說 第三方支付出來這些虛擬帳號 被詐騙集團去利用 那我們現在的狀況就是 要叫做全面登陸的納管 我聽不懂 等一下 詐騙集團要怎麼樣拿到這個虛擬帳號 虛擬帳號只有我看得到啊 對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詐騙集團 它可以自己成立一家人頭第三方支付的公司 他用這家他自己控制的第三方支付公司 去申請一大堆虛擬帳號 然後呢 他也可以做出一個微妙微笑的 這樣子一種付款的網頁 去接到他的那個 一頁式的詐騙的那個網站 所以就是說概念上是這樣 就是說假設我們前一關 物流那邊沒有把守好 那就是你的手機號碼外寫了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他知道你買了衣服嘛 也知道說你的衣服可能是幾月幾號要送到 那他只要在那個幾月幾號之前 給你一個簡訊 那個簡訊說 你最近買了一件衣服 幾月幾號送到 但是不小心分期付款設定錯誤 你要解除分期付款 不然的話你會多付多少多少錢 然後付一個網址 那你如果點了那個網址 那你就中招了嘛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告訴你說 那這個這一單已經解除了 那你要重新下單等等 但他這時候給你的虛擬帳號 就是他自己的 就不是這個賣衣服的了 那但是你這樣子匯款過去之後 因為虛擬帳號 它很快就可以換掉嘛 所以在追查上面 就比較不那麼容易 然後就變成是說 那你錢已經匯過去了 也透過虛擬帳號 跑到他真的帳號了 但因為這個虛擬帳號不見了 所以事後要追查 到底是誰收了你的錢 對 這就變得比較困難 那怎麼辦 這個就是之前檢察官提出來的嘛 對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很簡單 就是說目前實際經營的 這些第三方支付業者 大概有上百家 上百家 這麼多 對 那所以呢我們在 從這個月開始 就是他們每一家 都必須要來登陸說 那他實際上註冊在哪裡 他要遵守哪些哪些法律的 這些做法 然後呢 如果有人在他那邊開戶的話 他要去驗這個人的實際身份等等 那就是說他自己也要有一個像銀行一樣的 那樣子去看哪些客戶可以申請這些帳號 不能給詐騙集團了 他如果不完成這些就是我們叫KYC 就是了解客戶的身份確認 如果他不做這件事情的話 以後他就不能再申請虛擬帳號了 所以給他們加租一些審核的責任 沒錯 所以譬如說我有好多個賣吃的賣衣服的 他們要去跟第三方支付的公司簽約 說以後我賣東西就透過你們這一家公司 第三方支付 對那以後詐騙集團 就不能再透過這些人頭公司 申請到虛擬帳號 所以我們就是管控這個第三方支付的公司 沒錯 他們要負擔一些審核這些商家的責任 沒錯 好的 我了解了 那可是第三方支付的加數 你說現在有近百家 實際在營運的大概上百家左右 我看到一個資料說 一共有上萬家 不是 那個是在公司登記裡面 有提到這個的 但是有很多是已經歇業了 或解散了 或本來就沒有在做這個生意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有來登陸的這邊 那我們就讓他繼續能夠申請虛擬帳號 那其他這些已經歇業的 或說不定真的已經變成人頭 就是變成詐騙集團 把它拿去用的 這些以後就不能再用虛擬帳號 了解了解 所以就變成可以納管 對可以規範 沒錯 然後讓他們有責任 就是共同來補足一些政府 可能手伸不進去的那些地方 對 就是讓他來變成聯防的一部分 那在這裡面就是我們的 就是邀來的這些檢察官 也包含抬高檢 對於我們這樣子的做法都很肯定 那檢方啊 就是他們都會碰到很多奇奇怪怪的 各式各樣的詐騙的手法 我剛聽你的秘書說 有一種很奇怪的 就是很厲害的那種詐騙集團 就是說我賣東西給第二個人 第二個人應該要匯款 可是第三個人是詐騙集團 第三個人到 他在中間攔截了 對 他在那邊攔截了 對 就是說 你要跟這個電商下單買衣服 但是他把你 觀眾應該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他把你導引到一個 假裝賣衣服的網站 可是他還是真的賣衣服給你 為什麼 因為他收了你的單之後 他轉頭去給你那個衣服的下單 所以他等於幫你下單 幫你下單中間 他就攔截你全部的個子 好啦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是 好 跳過這一趴 好 因為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問什麼 目的只是要說 我覺得詐騙集團的聰明才智還不錯 就是他們 阻擋他們的手法是不斷的在更新 可是他們的這些腦袋 也真的是動得還滿快的 對 所以常常就要追趕追得還滿辛苦的 對 好 最近我看到有一張這個數位部提醒過 是 槍決通知 哇天啊 真的 我一開始看到是在中國 這是北京那邊 對 然後他們有簡體字什麼的 可是他現在已經化簡為反變 反體字 然後我們真的在市面上有看到 這種槍決通知的詐騙簡訊 有人上當嗎 應該目前以這個我們跟警政署聯防那邊 看起來沒有人真的上當 可是這真的有流傳對不對 真的有流傳 我的媽呀還直接到你家裡面 就要執行槍決任務 拜託各位看到這種東西都要提醒一下 就是什麼鬼東西啊 要想一下 停止幾秒鐘 特別是我覺得老人家 搞不好看到真的 瞬間會被嚇到啦 好 剛剛講到說名人詐騙這些事情 而且他現在的速度很快 對 就是譬如說A名人 他今天鬧了一個大新聞 他今天晚上就有這個詐騙 而且他現在這些圖片 很多都是用AI來生 AI來生啊 所以這個不是他自己的照片 應該是說他自己的照片 但他會把它好像P圖 就是說變成他手上拿著一個 這個他們詐騙集團的一本書 一個網站 一個手舉牌等等 那他當然沒有拿過 但現在P圖把它變成 手上拿著一個東西 這個技術已經很 就是這叫deepfake 一個深度偽造的技術 所以不但是這種照片 以後連影片都會有 那所以我們以後怎麼辦呢 就是我們怎麼知道 這個東西是真來假的 對 其實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推 像蘭勾勾 或者是三馬簡訊 就是不是看它的內容 是不是真假 而是看它發訊的那個人 是不是認證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要推定是假的 可是它如果這種深味的影片 它就透過Line裡面去到處 給親朋好友這種的話呢 對啊 它就不會是三馬呀 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透過 像就是事實查核中心 或其他的這種民間的第三方 那他們就會看說 目前傳的最多的有哪些嘛 然後再去實際去問說 那你有沒有推薦這本書等等 但是基本上 這個都像您剛剛講的 有點事後再去澄清再去說明 對 那最簡單的真的是說 你要看那個人本人的帳號 蘭勾勾的那個帳號 它有講就是真的 沒有講就是假的 嗯 要不然透過這樣子的AI的技術 然後我還真的以為 他拿了一本古海明燈去幹嘛幹嘛 好 所以其實詐騙的方式很多種 每一個人都得要 就是政府能做的 是這些這些這些 每一個人的提高警覺 仍然是打炸一個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環 增加大家的抗體濃度 對 對 你的防炸的抗體濃度 本身每一個人都要提高 剛剛講到說物流的這個部分 如果你今天網購你的電話被流出去 這是不是就是前一陣子 在成品買書阿貢打來怎麼辦 結果阿貢真的打來的這個 對 之前不管是成品還是蝦皮 那我們確實都有 蝦皮是不是 都有去做一些行政調查 那最後也有財閥 對 那確實就是我們看到的常常都是 他們自己的個資保護 自己的資安有做到一個程度 但是就是下游的 不管是金流阿資訊流或物流 剛剛講的是物流 對 那比較難說 他就是每一個物流 他都去掌握他的這個手機號碼 的儲存阿等等 所以我們才會去想說 因為我們畢竟是要輔導廠商 我們不是以財閥廠商 作為我們的任務 我們是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這種事情 對 所以才會全力投入這個銀碼的技術 對 那可是有罰款這件事情 很多民眾都會覺得說 哈 才罰那麼一點點不夠 對 那個是在個資法修法 把那個罰金提高之前的案例 那現在提高之後 當然嚴重的時候 最高可以罰到1500萬 可是我們能做的是 這些這些這些 可是當初阿公打來怎麼辦 那本書 大家會擔心的是說 因為這家公司他賣書 可是他在中國有分公司 有分店 然後所以會不會在他們的後台的 買書人的資料其實是通用的 所以如果這個分店在中國 在北京 所以北京分店也會看得到 台灣總公司的客戶的個資 所以他們可能中國就會拿到台灣人的個資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當然我們在接下來就是這個月 在行政院會有一個獨立的個資的委員會 就是個資保護的委員會 那這個機關的籌備處 今年會出現 明年會正式成立 所以未來這一部分會是獨立的個資會 透過在個資法裡面 可能跨境傳輸 您剛剛講就是跨境傳輸等等 這一部分會有琢磨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檢查 目前看起來還好 就是這個風險 您剛剛提到當然有這個風險 但是以這個實際的案例來講 可能主要的問題不在這邊 對 那但是確實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就是個資的跨境 如果是傳輸到一些 境外的一些敵對勢力去運用的話 那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也牽涉到 未來的獨立個資會的工作 那這個籌備處這個月就會出現 獨立個資會是 在處理說台灣人的個資 就是不要留到 不要留到境外的敵對勢力 這是當然一個主要的工作 那其他還有就是全面來檢討個資法的修法 好比像說現在很多廠商 在你申請會員的時候 他可能只是需要你的聯絡方式 但是卻需要你填一大堆別的個資 那他就是要做行銷做什麼使用 對 那我們看國外不管歐美 現在都是有一個叫個資最小化 就是說他需要多少再問你多少 而不是說先問起來放 然後之後說不定就外流了怎麼樣 那像這種個資最小化的工作 因為我們目前的個資法還沒有 就是那麼強的去要求這件事情 那這個未來大概都會是 這個個資會要討論的 所以你說這個 接下來這個月就會 有籌備處 那之後應該是明年吧 就會正式來成立 了解了解 就是個資最小化 以防止流出去的時候 洩漏太多 沒錯 太多的範圍 好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數位部 成立多久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然後所以在明年的預算的編列 是不是數位部的預算 說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在去年 在剛籌備的時候 我們就提出一個概念 叫做公共建設 數位的公共建設 那這個在以前公共建設 是看得見摸得著 水泥座的造橋鋪路 這些叫公共建設 捷運 對捷運 大家都可以用 但是以前數位的就是軟體的 資料的這些 就比較不會被當成公共建設 所以到了今年 我們就跟國發會 主機總處有非常多討論 他們也同意說 像發6000這個 就比較像公共建設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領到6000嗎 有啊 花光了 對 在之前呢 同一套城市 其實我們這是第三次用了 第一次用的時候 是幫教育部 做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家裡有小孩的 可以每個小孩領1萬塊 那之後又有幫勞動部 做部分工時的這個補貼 也是1萬塊 那到現在全民6000 這是第三次用了 可你看 它是教育部 勞動部 財政部 在用 但是後面是同一套城市 這個就比較像造橋鋪路 就是這樣子建好之後 大家都可以來 不管你要發1萬 還是要發6000 都用同一套系統 那這樣子就是 讓資安上面 會變得比較好 因為這套系統 我們打磨了那麼久 它的那個資安的弱點啊 還有包含無障礙 包含市障者等等 來運用都蠻順的 那現在如果未來 地方政府 或其他的機關要發錢 它如果自己 從頭做一套 比起這個 大概這個的安全度 不會更高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主張說 我們從明年開始 就把發6000 這套系統 變成所有的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要發錢或發物資 都可以來用的一套 共用的公共建設 所以雖然預算 變在我們家 但是大家都可以用 了解 就是數位部弄了 建了一個 網路上面的平台 各個部會 各個地方政府 如果你們有什麼東西 是需要人民的 給人民的 然後所以他們都可以 透過數位部的 這一套系統進去 對 所以我們可能 點進去之後就會 我要挑選 我要領的東西 對 可以這樣想 對 然後當然它還是可以 克制化 可以克制化說 它要換它的 縣市的logo 或者是說它要設定 哪些人才有資格領等等 它還是可以來調整這個城市 但是它的底層 就是我們知道 在ATM確認身份 或在線上確認身份 或到郵局零貴 這個部分就是共用的 喔 了解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現在各個縣市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APP 對啊 然後可是使用者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那所以有了數位部的 這個大平台之後 那些地方政府的APP 是不是就不用了 他們就不用花錢了 拜託 應該是說 就是說我們共用的這個平台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比像說 它可以確認 你是不是我國的國民 或者是有沒有拘留證 那或者是說 如果你需要發一次性的簡訊 去確認說 它說這是它的手機 這真的是它的手機 現在不是常常有註冊的時候 它會發一個代碼到你的手機 你要輸入才證明這個手機號碼 真的是你的等等 這些確實以前地方政府也好 其他部會也好 都要自己建置 那當然就有一些個資 或者資安方面要注意的部分 但現在呢 因為像剛剛講那個三碼的簡碼 是一個所有人共用的 發簡訊的平台 對 那後面的這個身份確認 也是共用的 所以就變成是說 以後地方政府以後 它自己加一個網站 或自己做一個APP的時候 裡面最關鍵的這些 跟資安跟隱私相關的部分 它可以直接來用我們的 就比較不會有漏洞 這是我們的初衷 對 好 因為我剛剛講的那個APP 就是說 譬如說一個市政府 它各個局處都要自己弄一個APP 然後它有一些是活動通知 就是通知你有什麼好康的活動 或者是哪一些資訊類的東西 就是全部都是散的 對 之前我有去巡迴拜訪這個各個六都 那確實他們也看到這個問題 像台中就本來有個購物節的APP 對 那後來他們就想的 就是說他們其他的服務 像就是剛剛講的身份確認 或申請一些公共服務 它反而是把它整合進這個購物節的APP 這個購物節的APP 就變成台中通 所以我看很多的地方政府 也有發現到您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然後自己把它整合起來 太好了 謝謝 所以各個地方政府他們自己先做了一個整合之後 以後接上來蘇惠部就會有一個大的平台 做全台灣各個縣市的這種整合 而且資安的部分 對 就是我們來負責了 OK 好 然後我還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台灣其實是資安受攻擊的第一線 熱區 熱區 因為我們就有一個很奇怪的鄰居在那邊 那個鄰居就一天到晚在那邊搞事 搞得人家很煩 好 那所以資安這件事情變成了 各國都很希望知道台灣到底怎麼做 對 那台灣受到資安攻擊的 我們之前上一次訪問的時候曾經講過 就是那個裴洛西來台的時候 對 第二次受到很嚴重的資安攻擊的時候 其實是蔡英文出訪 友邦然後過進美國的時候 沒錯 可是兩次的相比 譬如說裴洛西那一次 大家就天哪 怎麼螢幕都壞了 就是很深刻 車上的螢幕啊 便利商店的螢幕啊 官網啊 就是你有直接感受到說 這個攻擊很猛 沒錯 可是蔡英文在過進美國的時候 沒有那麼深刻的感覺 對 就是沒有出事 就代表我們有做事 所以去年 我覺得這句話就列標題 沒有出事就代表你們有做事 對 這件事情我覺得要講出來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是因為我們做了這些才讓我們沒感覺 對 因為確實去年8月 你看我們成立前大概兩個多禮拜的時候嘛 那時候150起資安事件 而且很多都是很嚴重的 對 您剛剛講到了車站啊便利商店啊 好可怕 很多的部會的官網連不上啊等等 那時候真的是我們就發現說 這些攻擊者這個境外敵對勢力啊 他不是挑你強的地方打 強的地方他不打 都是挑一些弱的地方 所以這些就表示說我們聯防 以及用這種公用的 共用的系統 公建 公共建設這個就非常重要 因為最弱的這些 不管是地方的一些 我看還有學校啊 還有一些地方的一些可能刺激單位啊 他們大概也沒有那麼多的預算 去投資到最先進的這種工房相關的這種設備嘛 所以我們在數位部成立之後 我們就花相當多的力氣去確保說 大家盡可能的用我們這些公用的公共建設 等於大家用聯防的方式 只要用了這套系統 那防禦的事情就我們來負責了 所以到了像您講到今年三月 就是蔡總統訪美期間 其實我們也遭受到相當程度的網工 但是呢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資安就從之前是150件嘛 大幅降到大概40件 而且也都不是這種高危險的高風險的這種狀態 所以我想就是我們在去年8月 學到的兩個主要的教訓 一個就是聯防的重要性 那另外一個就是要跟各國的民主夥伴 去確保說我們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會知道 他們如果遭受什麼攻擊 我們也會知道 為什麼跟 第一時間去找到說 就是因為他們在攻擊我們之前 同樣的攻擊手法 可能也會去試別的地方 反過來講他們攻擊我們的 如果奏效了也會拿來攻擊別的民主夥伴 因為這個跟那個傳統戰爭不一樣 傳統戰爭是離你近的比較容易打 對 離你遠的比較難打 但是在網路上什麼都是光速 所以你是只看它強弱而已 就是防守強的地方我就不打 防守弱的地方我就打 但是並沒有管地理位置 到底是遠還是近 哦 了解 所以它也會去攻擊其他國家的 某一個地方的時候 沒錯 我們透過聯防我們就知道說 它會打那邊 所以我們這邊也要 對 拉近聯防的那個 對 而且像 蔡松的方面期間 我們這邊呢 因為我們都已經切換到 所謂的三重防衛 就好像一個三層的鐵門一樣 什麼意思 就是舉例來說 像我要簽公文的時候 那我第一層防衛是 我的手機上面會驗 這是我的指紋 我指紋存在我手機裡 那一定要是我的指紋 才能夠簽公文嘛 這是第一層防衛 就是我的指紋 第二層呢 就是這個手機本身 它有一個裝置的註冊 所以說呢 我的這個公文系統就會認 一定是這台手機才能夠簽公文 別的手機就算是我的指紋 也不能簽 這是第二道防禦 手機本身 對 那第三道防禦 就是這個手機它的連線 就是說我現在是從 我們在台北嘛 從台北連線 我如果下一分鐘 突然之間 我的手機的網路位置 跑到什麼其他國家去了 那就表示說 我這個手機的SIM卡 就是它的電信商 可能已經被駭入了 所以如果我的連線行為 跟以前差太多 那它也會把它防禦住 所以就是我的生物特徵 我的設備 我的行為 就好像一個三重防盜門 三重了解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攻擊者就算打破了其中一扇門 還有另外兩扇把它擋住 而且這個時候 當它在試著好像那個防盜門 你第一層被鑽了嘛 第二層第三層它還在鑽的時候 你不但讓它延遲它 這個攻擊的這個程序 而且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通知 所有其他聯防的夥伴 說這道門被打穿了 你如果再用這道門 現在趕快去升級這樣 所以它就可以達到一個 不但是能夠預警 而且也可以聯防的效果 那所以 培洛西來的那個時候 譬如說鐵路的車站 小車站 對 外面廣告開辦 對 便利商店 所以他們也被我們拉進 被政府拉進這個系統 他們一起聯防 沒錯 就是 那商家一大堆 我怎麼知道 對 還有沒有漏網之魚 我們現在看的就是說 如果它是 好不像你剛剛講的 在鐵路車站 它外面的那個廣告刊版 在以前我們是說 你要接到公務網路 我們才聯防嘛 但是現在 其實這是我去年上任的第一份公文 就是簽說 只要是政府所管的地方 它有公共傳播的這種效果 就是很多人會看得到的 對 這種雖然它不是公務公文的一部分 我們也要把它當作公務網路一樣 來聯防 因為這樣子攻擊進去 它散播的不一定是電腦病毒 它散播的可能就是這種心理認知作戰的病毒 對 那這個的危害也是很大的 對 所以我們以前的資安通報 比較是電腦病毒 我中了 我告訴你 但是現在這種認知作戰的 甚至我們剛剛講到防炸的 這種境外的訊息干擾 這些我們現在也都來納入 我們資安院的相關的通報的規則裡面 可是一般商家的就沒有辦法 比如說小七他自己會有跑馬燈 什麼咖啡買一送一這種 然後這種怎麼辦 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話 其實現在金管會也跟我們有聯防 就是福島所有的上市公司 都加入一個叫做TWCERT T WCERT T WCERT T WCERT 它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想成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政府機關的聯防 TWCERT就是所有民間公司的聯防 所以這兩個體系 那這兩個體系 現在在數位部成立之後 都在數位部底下 所以我們也會讓它更緊密的結合 變成說政府這邊中了 民間就知道要更新 民間中了政府就知道要更新 所以下一次有可能我們受到攻擊的熱點 會是落在八月就這個月 賴清德出防的時候嗎 我們當然就會持續戒備 其實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只要我們這個防禦 就是剛剛講三層防禦有做好 它來攻擊反而是暴露出它的足跡 曝露出它的攻擊手法 變成是它這次用掉的 我們也升級了 它下次就不能用了 那所以他們的攻擊 我們抓到了他們用這樣子的模式的時候 那他們就像詐騙集團一樣 他們會一直翻新 對啊 所以我們這邊也要不斷的翻新 所以剛剛我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不是說靠只做一道防禦 然後把它做好 因為這樣子不管做得再好 人家攻破就攻破了 但是我們如果是用三道所 而且每一道都是不同的公司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很難一次攻破三道 它就算攻破了兩道 它還是被擋住 而它攻破這兩道的方式 它就浪費掉了 然後我們就升級了 哦 了解 所以他們可能也蠻燒腦的想說 下一次我要再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突破你三道所 所以沒出事就代表我們有做事 哦 了解 沒出事就代表說一副有做事 因為我常看到網路上面都在呼叫你 數位身分證也在呼叫你 詐騙也在呼叫你 到處都在呼叫你 有點辛苦 來 這個東西是 衛星 就是說台灣一直被討論說 是不是 戰爭的前緣 對 所以很多都在做 暫時的 因應的這些運泥 那所以衛星這件事情呢 其實不是淤泥 我們在台馬海嵐的時候 就發現馬祖 不是兩條海嵐都斷掉嗎 它那個是被刻意破壞 對 它是一艘漁船 然後一艘貨船 兩艘都是就是PRC阿公的旗子 那他們都主張說是不小心下矛 不小心繼續移動 不小心就割斷了 但是當然我們發現說 那在一個禮拜之內不小心全部割斷 這個確實是起人疑鬥了 那但是實際發生的事情就是說 那沒有海嵐可以用的時候 對 斷訊 對 就斷訊 而且大家不管是手機支付等等 很多都是用雲端的服務嘛 像LINE這些 就發現都不能用 那就變成只能用現金 那確實生活上非常的不方便 那當然我們也第一時間跟NCC 跟中華電信 一起透過微波的方式 去恢復了它一定程度的通訊能力 所以以後如果海嵐再都斷掉的話 微波也可以來 讓大部分的需求都滿足 但是微波站你看 就是台灣本島然後馬祖 兩邊的微波站 它的位置是固定的 這個位置也沒有辦法移動 所以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刻意要破壞的話 那這個等於是 我們自己的位置是無法掩蔽的 無法隱藏的 那所以我們也要想說 如果微波站再被破壞 那要怎麼樣 那就是微型 因為微型的好處是說 它一端在天上 比較難破壞 另外一端它是一個小的碟形天線 很容易移動 所以我們如果有很多個 這種接收的設備 每個又很容易移動的話 那要破壞就非常的困難 所以一個衛星可以 有好幾個接收的小碟子 我們明年大概就會在 全台灣大概700多個點 都會有這樣的碟子 可是我們剛剛講到的是馬祖海蘭 就是說如果是戰時的時候 戰爭時的時候 電訊的這個防止被破壞 是一個很大的重點吧 那所以那個衛星 好我們現在講的是馬祖電纜被破壞 那如果是戰爭時候 我們的衛星夠涵蓋全台嗎 對 像我有去英國嗎 對 我就想知道去英國到底幹嘛 我們 我們有跟一家叫做One Web來談 那One Web大家可能知道 英國政府是有所謂的特別股 黃金股 就是說One Web做的所有的這些決策 英國政府是有否決權的 所以它等於是 英國政府它可以實質地去看說 One Web它只跟它信任的 這種供應鏈的夥伴來合作 那為什麼這家公司 人這麼好 要給英國政府否決權 對 因為它之前就 因為經營的過程裡面 出現一些資金調度的問題 OK 所以後來英國政府就出了錢這樣 難怪 對 那在這家公司告訴我的資訊裡面 就是它 我一去 它就給我看一個他們衛星的涵蓋圖 那我們就發現馬祖已經在裡面了 就是它目前就是基隆以北 它其實都已經收得到它的訊號 那它就告訴我說到了年底 全台灣都可以收得到他們的訊號 那就變成是您剛剛講到的 即使我們連到國際的海岸 在戰爭的時候 或非常大的地震 像2006年好像 是不是 那附近也有一個類似的地震 去破壞掉海岸的狀況 所以無論是天災 還是戰爭的災害 反正只要我們連外的頻寬受阻的時候 那One Web到今年年底 它就可以覆蓋全台灣 那所以馬斯克的那個 它在烏克蘭戰爭的時候 不是提供烏克蘭這個衛星的通訊 什麼的 馬斯克台灣沒有要跟它合作 它的叫做 Starlink 對 星鏈 我們目前談的是 One Web 然後還有另外一家叫做 SES 那也是歐洲的 那這兩家是我們目前在驗證測試上面 接下來就會來測試的 但是當然只要符合我們資安國安相關的要求 我們是越多越好 所以除了 Starlink之外 之後還有 Amazon 它有一個叫做 Kuiper 還有 Telesat 還有好幾個 那就是隨著時間過去 它們的衛星就會越來越多 就越來越能夠覆蓋台灣 所以我們的選項也會從現在 兩家 One Web跟 SES 慢慢變成三家 四家 五家 六家 那而且這個沒有排擠效應 就是我同一個地方 我的這個衛星的碟子 我可以想辦法去收到 好多個不同的衛星的公司的訊號 所以這700個點 每一個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都希望它可以用切換的 或者是甚至同時使用 就是先用這個 這個如果壞掉了 我再用一個 或者是說 我一下子就同時接受 好幾個不同衛星的訊號 那這樣發生問題的時候 特別是戰爭的時候 對 那攻擊者就必須要把這些 全部都癱瘓掉 這個就更困難 所以就是每一家都 對台灣來說 是一個安全上面的保障 就多多易閃 對 就有很多蟲的安全保障 這個東西就叫做數位韧性嗎 對 這個是我們數位韧性 裡面的通訊韧性 通訊韧性 好 因為我覺得數位韧性這件事情 一般人不是那麼的能夠理解 對 韧性就是你被打擊了 那但是快速的恢復 那就是剛剛講到 沒出事代表有做事 而且在從這個恢復的過程裡面 來強化之後的防禦 那我們自己的衛星呢 我們不是自己也在發射衛星嗎 有 TASA 就是我們的太空中心 也有自己的 不過就像剛剛講到的 那個都屬於說可能明年後年 會有越來越多的量能 我們今年如果就要測試驗證的話 目前還是以SES跟OneWeb為主 所以接下來我們自己 越來越多衛星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自己 對 那同樣的就是越多越好 多多益善 不會說我們有了自己的 我們就不用英國的 也不會說用英國的就不用自己的 是都要用 那你到英國去還有跟他們的官員見面 可是不能講對不對 當然就是有看他寫的一本書 我有貼到推特上面 對 你每次都說我有看他的書 但是因為大家想知道的不只如此 就是說畢竟是一個外交上面的突破 可以這樣講 當然就是我們也有看到就是 中共方面有一些抗議嘛 不過他們常常在抗議 他們不抗議也很奇怪 路透是說打破了外交的慣例 感覺上也是一次不錯的成績 對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像這樣子安全的事物 在以前大家還不會覺得說 跟台灣聯防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整個歐洲都覺得 他們都發現說原來不是說 地理上面近的才是朋友 那價值近的更是朋友 因為我們跟他們資安方面的聯防 我們都是民主的制度 所以他們想要瓦解民主制度的 這些攻擊 我們討論了很多 包含詐騙 包含一些訊息的關擾公式 包含在快要選舉的時候 去散播一些跟候選人 相關的一些身位的影音 這些是所有有民主制度的國家 都會碰到共同的威脅 所以與其說被各個 其他國家也有 對 每一個都有 像這種剛剛講到的AI身位 就是合成哪一本書 或者是合成的甚至整支影片 現在大家都認為說到了明年 因為很多民主國家都是明年選舉 包含我們 對 那這個就是大家現在最熱門的題目 要怎麼樣子去確保說 隨便誰都可以隨便合成身位影音的情況下 民主制度還可以繼續運作 這個是我去英國他們有個AI高峰會 大家都在討論這個題目 那大家有結論嗎 有啊 就是藍狗狗 就是確保說我們要去認發訊的那個人 那所以如果以後候選人自己被 就是人家造假了一個總統候選人 去換臉 對 換臉的 那就沒辦法了 對啊 所以我們就要 那現在就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種換臉 換聲音的技術 現在非常的普及了 所以除非就是認明他的那個 藍狗狗的帳號是他PO的 或者是政府的話 是那個三碼簡訊發給你的 不然不管再微妙微笑再逼真 全部都當成是雜騙 嗯 我有藍狗狗 對嘛 所以我沒有發任何影片 是是是是 各位不要上當 也沒有推薦大家投資 對 沒有推薦大家投資 不用加入我這個古海名登好不好 好 我想請問一下 國際上面到底有多看重 台灣的這些防禦能力啊 就是因為你還滿熱門的 就是大家都對你很有興趣 國際上面都很想了解 台灣是怎麼樣對抗中國 所以通常都是我們把經驗給人家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所接受到的攻擊 也是前所未有的 像去年8月我們成立前 就是佩洛西來台那一次 我們的各個主要的政府的官方網站 遭受到這種我們叫做 阻斷干擾攻擊這個量啊 比我們自己以前史上最高的那一天 在去年8月的攻擊量 是以前最高的23倍 所以那是非常非常大的量 別的國家沒有這種經驗嗎 沒有 等於是就是不惜血本的 在想要癱瘓或干擾 所以我們是全球第一名就對了 就是對方願意投入的資源 遠大於其他一般的犯罪集團 或詐騙集團 這並不值得驕傲好嗎 但是也是表示說 我們這樣子所測試出來的防禦的設備 這個英文叫Battle Tested 就是經過實際的對戰驗證的 那這個大家都很願意學習 那大家都要從我們這邊學 他們到底給我們什麼 反過來講像我也有去以色列 或像我之前也有去東歐嘛 包含立陶宛 還有它旁邊愛沙尼亞 這些也是在之前有受到他們的鄰居 就不是中共了啦 但是也是有類似這樣子 就是癱瘓掉他們的通訊 癱瘓掉他們的網站等等 那所以這些東歐的或者是以色列 他們也是同樣的 就是在對戰當中 把他們的資安的產業 變成國際知名嘛 特別是以色列 大家就知道說 以色列出品的資安 絕對是實戰測試過的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 以色列出品質保證 所以這兩年也有這種感覺 就是台灣出品質保證 因為我們所遭到的攻擊量 已經不亞於以色列或東歐的量了 了解了 我覺得你很搶手 大家都瘋牆你 希望可以知道 到底台灣用什麼樣的方法 在擋獄這些攻擊性這麼強的這個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是抖音 抖音是一個問題吧 因為它的確常常踩在一條界線上 然後它有很多讓年輕人想要模仿 想要去挑戰的東西 可是它有很大一個部分 其實是假的訊息 對 可是有一些地方它是禁掉了抖音 甚至是不只官方的 美國有一些州它是 Montana 明年開始是全面禁用 對 全面禁用 可是台灣沒有辦法 我們自己是2019年 就把它當作所謂的危害產品 危害產 就是危害國家自通安全的產品 那就像剛剛講到這些境外的勢力 它當然也會透過它能夠實質控制的民間公司 來進行資安上面的攻擊 所以不是只針對抖音 2019年的時候 抖音用的人也還沒有現在這麼多 而是所有的這些境外的這些廠牌 或者是雖然不是註冊在中共那邊 但是我們可以證明它實質控制的這些 那這些大概都是危害產品 所以我們從2019年開始 就逐步的讓所有的公務機關知道說 不能夠去使用 2020、2021、22 我們都不斷的在更新 這樣子的危害產品 那但是呢 這裡面就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官方的這些賬號 都沒有在抖音開嘛 因為它是危害產品嘛 對 所以你如果在上面看到唐鳳或社會發展部 就是假的 不存在說就是有沒有藍鉤鉤的問題 對 因為我們全面都官方不會去使用嘛 可是一般民間大家都用抖音 那所以那個洗腦的速度散播是快的 那怎麼辦呢 因為民間都可以用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 就是我們會要求大家了解到說 我們這些危害產品 那如果它是像剛剛講到在車站外面的看板 就具有傳播功能的 像我們政府有時候也會辦一些活動啊 傳播等等 那當然我們自己都不用 但這只是第一步 而且這個我們也是領先全球嘛 我們好幾年前就不用了 所以現在要進一步讓大家知道 我們為什麼不用 那就是因為說像這樣子 就是他們實質控制的 就算在平常的時候他們手不伸進去 但是只要一緊張或者是狀況一升高 他隨時可以透過這些手段 變成是說他在手機裡面推送各種各樣的訊息 那就因為他平常就已經知道說 你比較喜歡看什麼 對 就是樣子的影片 還要配怎麼樣子的音樂等等 還推播給你 所以在之後呢 如果身位影音就是更加泛濫的時候 它甚至還可以幫你量身打造 怎麼樣比較有可能說服你的這樣的訊息 所以這確實是一個可能的危害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一方面如果真的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要留著就是緊急處理的這種能力 那但是在現在可能就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為什麼我們把它當作危害產品 後面不是只是說他平常這些影音 而是他隨時在狀況升高的時候 可能會被拿來當作訊息公式 境外訊息公式的一個戰場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有點弱 譬如說啦 就是說因為以抖音為例好了 因為他能夠被中國官方所控制 對 然後可是國內的民間一般人都在用 那很多國內要選舉的政治人物 也都拼了命在用 然後所以他就會很容易變成 中國這個境外敵對勢力 他對於台灣國內的政治有操縱能力 然後國內的政治人物也樂此不疲 也用得很開心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透過抖音來掌握台灣的輿論 掌握台灣人的思想那怎麼辦 是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剛剛所講這個危害產品 它是全面的 所以不只抖音嘛 也包含小紅書啊等等 對 小紅書 所以這樣子全面的讓大家知道 就是有這樣子的危害 這是一件事 可是大家都還是用 那我們看Montana或其他的地方 或印度 如果是要再做更進一步的限制的話 那個就是法律保留 就是必須要有一個相應的法律 那我們會有嗎 當然這個就是我們最近也有在盤點 就是自通安全法的修法 那我們目前的這個危害產品 限制公部門使用 也是按照我們資安法的這個脈絡 那確實各界現在對於我們資安法 即將要這個預告開始修法 確實有一些這種想法 就是那危害產品 是不是現在公部門關鍵基礎設施不用 那是不是可以更進一步 除了有傳播力的公共設施之外 也許公部門自己出錢辦的活動 或者出錢的研究 那您這邊講的也有 也有人說那校園裡面呢 或甚至全面呢 就是說這不是非黑即白 這一個光譜嘛 就是說到底要就是管到什麼狀態 那這個因為是法律保留 所以我想很多都是要尊重 立法委員的想法 所以我們這邊會做的 就是我們先把這些不同的想法 都盤點起來 那等到資安法要修法的時候 我們就在立法院來進行討論 我覺得印度蠻猛的 我覺得印度說收就收 不准你進來投資 我就不准你進來投資 我覺得印度這兩年的轉變 讓人真的是 哇 跑得蠻前面的 好 我還想請問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我們一直提到AI 就是說 現在有電視台用AI主播在播氣象 好 那它當然就是還是照稿面 但是這件事情會不會到最後 人類發展出這種AI 然後到最後AI回過頭來控制人類 因為它其實都是假的 可是我們真的不會知道它是假的 因為那個AI氣象 主播播氣象它好美喔 對 可以省掉化妝的時間 對 就是人創造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回過頭來控制人類 怎麼辦 我想這裡面我們之前就有注意到 特別是您剛剛講到的 合成影音的這一點 所以合成影音不管是用來詐騙 還是用來網路上面合成一些色情的照片 或者影片或者是干預選舉 這些其實都已經有修法 也都散讀通過了 所以這些就是對社會造成立即危害的 這個我想在立法院是非常快速的來處理 那您剛剛講的是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比較有點忠誠長誠的一個狀況 就是如果我們現在不是只是用AI來報氣象 而是甚至就是以後決策性質的事情 也交給AI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會不會對我們整個社會造成危害嗎 對 那我們現在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這種生成式的AI 它我們把它當做一個參考 但是不能夠去直接讓它代替我們來下判斷 因為它是按照以前的經驗去推敲 但是新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不一定都要套以前的經驗 所以我們如果是一味的去說 那我們都用AI系統來幫我們下判斷 那發生新的事情的時候 它用舊有的偏見去做判斷 反而是強化以前的偏見 所以國客會最近也有預告 一個工部門怎麼使用這些AI的一個指引 Check GBD 對 生成式AI的指引 那裡面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不能讓它來代替我們公務員下判斷 最多只能參考 那還有就是說 這種在雲端的這些AI公司等等 那我們也不能夠把人民給我們的一些個資 或者一些公務上的機密就交出去 其實像我自己跑這種生成式AI 我大部分都是在我自己這台筆電裡面跑 因為生成式的AI不需要那種雲端的設備 它其實用筆電也可以跑 所以在這個筆電裡面自己跑 就比較不會有我想到一半的東西 我傳到雲端 可能用來訓練下一代的AI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自己的想法是 就是未來就會像個人電腦或手機一樣 就是很多跟你相關的事情 這個是一個你的輔助的一個個人電腦或個人的AI 但這個個人AI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洩漏你的個資啊隱私啊機密啊 去可以訓練他的那個公司 那這樣子個人就比較有掌控力 而且他所給你的訊息或者是建議什麼 你也不一定要照單全收嘛 就把它當做一個類似AI秘書這樣子 那是不是因為你比較厲害 因為感覺上你可以控制那個範圍 對 但是一般人可以這樣子控制這些範圍嗎 也可以喔 也可以啊 就是在自己的電腦上面 沒有說把它丟到雲端上面去 現在大部分 叫GPTP幫我寫一個講稿出來 現在大部分的人用雲端是因為它很方便 你先用卡刷下去就有了 那它的問題就是說 任何人問它同一個問題 它都給差不多的回答 所以它本來不管有什麼偏見 它等於是強化這些偏見 但是我們個人電腦上面就不是這樣嘛 每個人會裝自己喜歡用的APP 每個人會用不同的方法去克制化 所以像我在用這一台的時候 它就是用我自己想要調整它的方式 變成是用我的口氣 我的想法等等來做判斷 所以你會用這個幫你寫講稿嗎 會甚至還幫我寫回E-mail的草稿 就是E-mail過來 大概要怎麼回信怎麼樣 跟我以前的口吻比較像 這邊會產生一個草稿 當然我還會看過 還會編輯 然後再寫出去 可是像這種來的E-mail 這個就是屬於 有些可能是有其他人的個資或機密 這種就不適合放到CHPTP去 所以其實你還蠻常使用的 蠻常使用的 了解 好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請問 因為我看到一篇報導 它把你跟日本的數位大臣做了一個比較 就是說你是天才型的人 你很擅長解決問題 你碰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提出解決方法 但是把你放在一個政府的架構裡面 一個這麼龐大的行政機器 特別是現在負責資安 對 所以唯有做事的政績就是沒出事 這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沒有什麼適應不良的問題 或者是天才在政府機器裡面 無法展露天才的這種困境 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在疫情的期間 大家可能也看到說 我們也是結合各個跨部會的這個能力 才能夠瞬間做出在疫情的時候 營營的系統 但是這些系統 它畢竟就是等於24小時之內 就要設計出來 三天之內就要上線 所以當然在不管是個資 資安 隱私或者無障礙這些部分 我們當然是已經用盡全力 但是它要變成公共建設 讓其他人來用 這段就不一定在那個時候 能夠做到那麼好 都是用完了 那就疫情狀況解除了 那按照以前的採購 那個就停了 但我是覺得這樣會蠻可惜的 對 所以我們才去把疫情期間的那些 不管三千 五千 就三倍券 五倍券 或者是一萬 就是發孩童防疫補貼這些系統 不是說疫情過後就把它 就丟掉了 對 把它丟掉 真的太可惜了 而是把它變成是公共建設 所以我自己的工作 因為在當時這些 大概我都有參與設計 甚至有一些發明 但現在把它變成公共建設 我自己是覺得 這是我擅長的工作 只是說因為資安是最重要的 所以沒出事 是我沒有做事 但是能見度不一定像以前那麼高 了解 好的 時間到了 但是我有一個結論想要做 就是有人跟我講過說 其實數位 數位部就像是你家門口的下水道 然後它沒事的時候 是因為有人平常就有在清漁 平常就有保持下水道的通暢 所以颱風天來了 或者是這個什麼圖絲流來了 它還能夠保持運作 就表示數位部平常每天都在維護 我覺得這比喻還滿好的 跟大家分享 今天非常感謝唐貿部長來到現場 謝謝你 謝謝 拜拜